大家好 咱们谈一下巴以冲突方面的事 七年来最猛烈的交火 近日中东火药孔引爆 巴以冲突持续升温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遭遇了自2014年以来最猛烈的炮火轰炸 而且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 自5月10日以来 巴勒斯坦向以色列投放了1000多枚火箭弹 民众恐慌不已 只能躲进了防空洞 尽管如此 还是有大量平民伤亡 但美国只单方面的对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袭击一事 进行大家指责 对此有媒体谴责美方重容以色列发动军事冲突 据了解来自巴勒斯坦的1050枚火箭弹 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拦截了850枚 且向哈马斯发动了数百次的空袭 均是在有200万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区 加沙的一座12层高的建筑也被完全摧毁 状况十分惨烈 而这次冲突源于上周斩月结束前 以色列警察阻拦巴斯坦人去阿克萨清真寺祈祷的事情 自此大规模冲突爆发 随后这一冲突升级 伊路撒冷日武装冲突爆发 巴以冲突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联合国中东和平竞争特别起条员 托尔文内斯兰就此警告巴以双方 不要让当前的局势再度恶化 赶快停火 否则全世界都会受到安全威胁 对此美国却是一边倒达 将矛头全部指向伊路撒冷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还公开指责哈马斯 正是美国的煽风点火和所谓的撑腰 才让以色列如此毫无忌惮的采取强硬手段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华盛顿的一位博士后学者 亚拉阿西表示以色列每年都收到来自美国的38亿美元 用于军事武装 美国数十亿纳税人的钱都送到了以色列的军队 在国际上美国也对以色列提供外交和政治帮助 对此有媒体分析 对于巴以冲突 美国不仅是默许 更是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支持 美国是巴以问题最大的外部角色 一直以来拜登都称美国极其重要的人权 还希望外交政策以人权为基础 但在巴以冲突保持沉默的拜登 难道这不是默许以色列进行更多的暴力行为吗 这又何其的虚伪 面对巴以之间紧张局势的不断升级 国际社会普遍表示忧虑和关切 但各方的战队明显 例如意大利俄罗斯法国纷纷呼吁各方缓解紧张局势 阿蒙伊核组织及多个穆斯林国家选择谴责以色列 美德则强调以以色列有权自卫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日轮值主席 以推动召开两次安理会紧急磋张 讨论巴以冲突 不过由于美国独家反对 安理会十字磋商后 未能发表主题新闻谈话 12日美国继续独家阻挠安理会发声 再次站在国际社会对里面 安理会将于16日举行公开会议讨论巴以冲突 有消息人士披露 美国最初反对举行此次会议 预计会议最终很难形成任何伤名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 同巴勒斯坦外长库雷西通电话时 就当前8亿冲突 阐明中国的三点立场 第一局势恶化的根源是巴勒斯坦问题 长期未能得到公正解决 第二当务之急是停火止爆 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推动局势 尽快降温 第三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根本出路 在于落实两国方案 美国总统拜登也于15日 分别与巴以双方领导人通话 在上任以来首次与阿巴斯的通话中 拜登强调哈马斯必须停止 朝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 两人对当前暴力冲突 导致包括孩童在内的无辜平民丧命 表示一致关切 拜登表达了美方对加强美巴伙伴关系的承诺 强调美政府最近决定将恢复对以色列 占领的约带和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援助 而前总统特朗普曾切断该援助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商民则显示 以色列总理向美国总统通报了 以色列以采取的行动 以及以色列打算采取的行动 内塔尼亚胡还因美国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向拜登表达了感谢 拜登则表示在以色列拆除了加沙地带一座外国记者办公的塔后 他担心冲突地区的记者的安全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推特上说 美国已经直接与以色列沟通 确保记者和独立媒体的安全是首要责任 以色列时报解读说 自新一轮冲突开始 拜登政府的这盘言论 似乎美国对以色列行动最接近批评的言论 实际上美国和他的团队在今年1月上任时 就曾明确表示 他们不打算给予对巴以进行新的调节 特别是在两国政府执政力量尚未明确的时候 拜登希望专注于亚洲 可中东另有打算 文章称 拜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有明确的想法 那就是在与中国的竞争中 扬得21世纪 而不是网界美国总统曾经炫入过的复杂 似乎永无休止的纠葛分心 然而过去几天 拜登和助手们 还是得忙于平息巴以之间的冲突 并派遣负责巴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 阿姆鲁前往巴以进行协调 那个巴以冲突绝对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 它是文明和宗教之间的冲突 积怨已久 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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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